千里江神图为北宋王熙梦18岁所画的12米长圆 哎,我们这个年龄还算是个铁憨憨吧 他10岁被宋慧宗找进皇家画院 开始画了好几张画都不太零 宋慧宗看的还算勤奋就决定带来他 果然明是初高徒 他憋了半年拿出一张亮下宋慧宗双眼的千里江神图 不行的是宋慧宗把这幅画送给了大奸臣财经 导致这幅画不受皇家收入藏待见 这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引用才大放一彩 这幅画封为七组山水三大部分 等我讲完你再静音重看 开篇是高山支插云霄其后重申俊领连绵不绝 第二段一座跨江大桥 微微壮观将画面中最精彩的两组山水相连 第三段节奏平环 视野骤然开阔 江水悠悠于一周点点 这幅画牛叉的地方解决了山水长卷布局问题 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山水画卷 其次解决了青绿用色几发被后世传承 相传第二年王熙梦去民间裁风 画了千里恶嫖图 宋徽宗龙颜大怒 他也招着杀身之火 享年二岁 关注我了解更多名画背后的故事